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到我们《芒香》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录的时间是2020年12月10日 首先,这里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bd好 纽细兰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各位早晨 还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还没按订阅的按一下订阅 还有旁边的小钟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向报三台晒冷器那里 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这个齐抗疫聘经济反揽炒的讯息传扬出去 大家回想一下 2019年,这个特斯拉非常之厉害 在上海那里几个月之间 就整好了一个厂给他 他只赞这个中国速度 Elon Musk 起完这间厂之后 在11月,他就红心壮志他的老板 就在大大声说 我下一步就要在这个全世界的汽车业重阵之一 德国,建一个汽车厂 所有人都知道 德国的工程业是非常之厉害 所以我就会把我们一个超级工厂 放在德国 我们会在柏林 建一座 工程业和设计中心 这样说 他这样说 我是德裔宾州人 他的姓其实都是那些传统的德国人 虽然他是南非出生 但是南非也有很多德国人 其实这个月 12月5日的时候 他是去了德国的 号称这个伟大的回乡之行 伟大的德国之行 他还说了几句德文 其实他寄望可以在德国有大作为 作为他祖先的发源地 这是高科技的地方 别人就说他想着去德国 用大陆的用语叫圈粉 做多些人气 让他将来 这位德裔宾州人 就可以在他祖先的乡下 可以有事业 找回一些好处 不过他好像不知道 德国的汽车工业重镇在哪里 虽然是德裔宾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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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好像不知道 德国的汽车重镇在哪些地方 因为其实柏林 柏林其实就是 以前在东德那个位置 东德那个出名的汽车 很出名的 很厉害的 就叫卫星轿车 就叫Trabang Trabang这只汽车 就是整个东德最常见的汽车 还行销 当时行销华约国家 它开发了30年以来 都是没有改款的 哇 多厉害啊 是不是厉害呢 这种小型的汽车 它就很小价了当然 嗯 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用一个二冲程的引擎 但是呢 它就有1000cc的排气量 但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有驾过电单车 二冲的引擎就很够力的 但是当然声音又大 还有污染也挺厉害的 那么它就将那个二冲 电单车用的引擎 扩大到1000cc 还有有三个气缸 那么其实那个废气呢 就是非常之厉害的 就为噴黑烟的汽车 是汽车界的AK47 哈哈哈哈 还有一个特色呢 就是它的车身呢 都是用玻璃纤为做的 很厉害的 就是一撞就基本上就散了 基本上就散了 基本上就散了 那么当然了 就是 东德就不是出名这一样东西的 那么 如果大家懂得德国车呢 通常是奥迪 保马那些呢 其实两个品牌呢 都是在巴弗尼亚的 就是 Bavaria 巴弗尼亚 那 保马 它的名字都写着巴弗尼亚 当然 那么 奥迪都是在巴弗尼亚 那么 Benz就在斯多格 两个不同的地方 但是 都不是在东德的 就是不是在柏林那些地方 柏林其实是没有整车的 汽车的传统的 所以我是 不明白他们为什么 会这样想的 是 那么它 已经投放了几十亿下去了 去那里开厂 但是它开厂的大计 竟然就是因为一堆蛇 和一个森林 而搞祸 那么 话说呢 其实当它 在最早期那时候 就说 我现在要去 要开厂了 这么说 就已经突然间 有一帮环保佬走出来 就跟它说 它不可以开厂 我现在要告它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选址 会影响水资源 大部分的地方 都是水资源 结果就告它 拖了它一场官司 结果就输 就当然是特斯拉输了 输了之后 它就要移一点点位等等 就是搞一些东西 又说我们要设计 各个的计划等等 就搞定了 结果当它准备 说要去开厂了 就剷了一片森林 突然有它的环保组织 又出来告它了 这次是什么理由呢 那个森林里面 就有一堆蛇 和一堆蜥蜴 在那里住 就在冬眠 如果你要铲起它 你绝对不可以铲起它那些蛇 和蜥蜥蜥 骚扰它们的生态活动 你想到办法解决它这个问题之后 才可以继续开厂 这样说 那就是不行了 有什么可能呢 哈哈哈哈 玩玩玩 玩玩 这条射搞到我整间厂开不走 是的 我现在看一看图 那里的树林 有很多树的 都看到几百棵树 旁边的整个机 整个产力机 现在停在那里 不知道怎么办 那它已经为了解决这件事 就用了 20亿的了 如果再加 它想着在2021年到22年呢 就将它们的预算提高到20亿 到20亿到25亿 这样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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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费用流就不停地去 希望呢 就可以解决现在这个问题 因为对上一次搞水资源呢 就已经用了50亿的了 搞水资源 就是搞水资源啊 重启啊 怎么怎么怎么 量量量量量量 它们 它们已经预计要用多50亿 那么其中里面呢 在2021-2022年呢 应该里面 要用20-25亿 再去加一点 这样下去搞 那么 不知道怎么办的 它现在 但是其实 如果看这些环保的东西 让我想起 好像香港也有类似的事 没错 真BC 哎呀 那当然是想一想 当然是 有些飘香的东西 就是两个不洗头的人 当然是 谭海邦 朱海迪 他们经常说什么 保护农地之类的东西 令到很多项目走不了 那么农地要不要保护呢 其实当时 号称叫后强 后次强都说了 其实我们做很多地 你是不是要来耕呢 老实说 当然了 之后我们踢爆了 原来有些人 是帮一些大地产商做事的 只是打着环保旗号 之后 其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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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on Marks 除了想着在德国插旗 这个Tesla插旗之外 其实呢 他当时德国之行 还是有一样东西的 就是 其实他去了另外 想着收购德国一间公司 就是位于这个艾菲尔地区的公司 那间公司呢 其实就是跟德国最正在 最有可能成功研发的 成功研发疫苗的公司呢 是想着合作一个项目的 所以其实他除了这个Tesla之外 就是他自己的老本行呢 老实说 其实他也有其他控心壮志 就是想着做生物科技的 哇 他涉及了很多范素 是啊 老实说 是 他还穿了整套德国的 传统德国的衣服跳舞 在柏林的时候 访问柏林 我来到了 我早先住的地方 我来到了 这个德裔宾州人 就是宾夕凡尼亚州 因为其实他以前的大学 也有个学位在宾州大学读的 当然德文就说了几句了 就这样而已 刚才我说错了 不是12月 是9月去访问柏林 对不起 说错了 其实他也是跟他在其他地方都一样的 就是买一种东西就是 我现在这样 我的特斯带厂在这里建议的话 估计可以制造成 12000个就业崗位 还有年产量 可以达到50万家 他主要是产生Model 3 和Model Y有没有记错的话 Model 3就是现在说 平价最好买的那一款 是 澳洲我就见的不多 但是在加拿大 我都见过几个朋友买了 因为价钱就比较相宜 但是很明显其实是 就是跟这个叫 当地的Volkswagen 那些电车是这样在争有关的 就是很明显会争市场 如果给你开了开了厂得了 是不是 那可能会被他搞傾销 那么当地居民其实都是担心一样的 就是因为他始终都是涉及一些电池 那怕影响了水资源 那我们更新回来 刚刚见到 现在他为了重新建议这个建议 就是重新建议这个建议 已经用了10亿EUR去搞的了 那其实现在已经用了三百万EUR 已经坐底用了 但是就是由于上一单 设计的计划已经用了10亿 现在他又再缺乏 可能又要花多10亿 就是其实对他来说 几条蛇这样玩他 是很有蜥蜴 你这样搞法 他那里大约有几百棵 有几百棵 250个acre的森林 放在他的西附近 在他的西那里 他其实就是打算铲起了西 但是现在究竟怎样算呢 我在本面嘴笑 其实他当时我刚才说了 那些当地居民是担心 水资源被污染呢 其实他也是作了回应的 他就之前他同意了一张 用水由三百三十万立方米 减到一百四十万立方米 所以他又花了很多钱 重新布置过他那个 对于德国来说他是重锤出击的 因为他打算打响了特斯拉的名字 之后再搞生物科技 再有其他生意的 因为大家知道这间德国厂就是 全球特斯拉第四间的超级工厂 前三间就是内华达州的一间 纽约州和中国上海有一间 他看到 因为上海来说 对于大家知道其实他上海公司 令到他整个身家是暴障的 令到他各样东西都是 明星的各样东西都好了很多 所以其实他看到 在美国以外的工厂是带来了红利 所以其实他 这个是帅哥来的老实说 红心壮志 就是他有很多红心壮志去搞他一盘生意 不过现在这样看 到底以你在环保界的经验 是不是背后有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经常都有环保组织来搞他 有的 因为我不敢说 不是德国人 不是德国人就不止人 你说那些东西是否没得补救 其实是可以补救的 那就是把那些树移掉 或者重新种其他 但是你不可以骚扰蛇和蜥蜥蜴 基本上摆成玩弄他 我是替他比较惨 老实说我是猜不到德国人会这样做的 怎么会被你美国佬在那里切厂啊 德国 好坦白说之前要说一说 德国其实有一家车厂一直都是美国人拥有 他都叫欧宝 奥普 我说欧宝 奥普 欧普 但这家自己从来都做不起 是 是啊 是GM擁有的 當年GM08年就來收拾的時候 他就耍了一招 引了一個Magna廠 又是一個德裔人 在加拿大搞一個汽車零件發大達的Magna廠 就打算來收購他 結果最後就是搞到他是投了一些錢 GM廠就問這個默克爾 借了錢就來營運等等 很多德國人都說 如果Magna來收購是好事 但是到最後一刻 他是問 他是不知道怎樣操作的 又是問默克爾借了一塊錢 然後我們GM繼續在那裡營運 Magna你走了 趕了Magna走 但是當他拿了那塊錢之後 他就收拾了一塊東西 收拾了一間廠 這樣 然後當然又說不知怎樣 又再開回來 是很壞的 GM是包得很壞的 GM在澳洲也是做一個類似的操作 就是一直都問澳洲政府拿進貼 其實不只是GM 是福特都是這樣的 兩間廠都是不斷問澳洲政府拿進貼 拿完之後 說就說會繼續做下去 收了錢就走了 馬上就走了 又說 我們說不了事的 是抵特律那些人說事的 抵特律那些人說要刪就要刪的了 我們沒有負責 我們與我們無關的 結果激到澳洲政府跳氣 他們說 蛤 我補那麼多錢給你 因為其實他們是 安省政府都被他們困過 是 因為很多人就業 他們打算是補貼那些錢 當是請了一些工人 補著有些人的就業 崗位 結果他們就走了 其實講講OPPO 其實OPPO現在已經不是GM了 現在已經被Pujol和Citrol 即是Citlon集團收購的 是 雪鐵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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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發覺的 雪鐵浪 好像是發覺 哈哈哈哈 這輛很不適 這個品牌 它出的車是OK的 其實在英國就叫做Vauxhall 其實兩邊的車都是一樣的 但是從來都是經營失敗 基本上 車都OK的 不過跟其他廠牌比較 就差一點了 歐洲給我最深印象 就是它贊助過 我曾經一支很喜歡球隊的AC米蘭 其他我都不知道 哈哈 澳洲好像都見過這些車 但是少之又少 澳洲它是用Hodden的品牌出的 有很多時候都是 之前就試過 有一段時間 它就自己打回自己的品牌出來 就是OPPO 打回OPPO的品牌出來 就說是德國車 因為其實在澳洲的地方 你打這個德系的車牌 已經有一個假象 就是那些人覺得這一種車 這些車就是比較 車款的車 比較高檔一點的車 高檔 就是高檔車才是德國品牌的 當然現在大家 其實現在認清了現實 就知道不是 就是了 總程日本車多一點 多一點 澳洲 就是在澳洲講一講 澳洲和新西蘭都是 二手車 就是那個保值能力最強 其實怎樣都是豐田 就是如果你買一輛豐田的六巡 和買一輛Benz G-Class比較 六巡一開始的時候 你已經省了幾萬元的 但是你如果開船10年之後 你這個六巡值的錢 會多過G-Class的 一定的 一定的 你不用說 是一定的 如果你再小一個尺寸的話 比如你說現在買一輛GL 不知道什麼GL 就是以前的M-Class 現在好像叫做GLS 還是什麼 以前M-Class和豐田的Prado 是類似一樣錢的 其實如果你買最貴版的Prado 和買一個M-Class的最便宜版 是差不多錢的 但是到你開了十年之後 那個Prado 值的錢是會多過M-Class很多的 很多 M-Class是一度 就是你給出去的錢 三分之一以下 通常是 或者是四分之一 或者是四分之一 如果公里數 就算是Prado Prado是多 都會貴 Benz很多 都是 是 是 因為那個現實就是 因為問題少些 長選差的話 買些件便宜一點 些Path便宜一點 M-Class真的很差 事實上 現在在街上很少看到 我發現 它改了名字 叫做GLE 所以 GLS 沒有用的 但是 你買一架 如果是買一架 GLE 不如買一架 Pr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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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車其實 Prado 所以其實 另外一個就是 很現實的例子就是 連大哥這麼有錢 他都是 這些家庭車 他都會買日本車的 真正的 有錢人 一定是買日本車的 在澳洲 很有錢的有錢人 真的買日本車的 他會買一兩架 那些跑車擺在家裡 擺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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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平時都是開日本車的 就是我認識的 很有錢的澳洲人都是這樣 領車擠的而已 或者有空要來曬碼頭的而已 有空去 去波的時候 才開一下的 其實就是 要曬碼頭 但是一常用 都是開個風 是 就是買個Prado 便宜很多 就是你Prado 我現在說的是 八萬幾九萬塊 買個Prado 就是應該 不用怎麼弄 但是最近那款是有些問題的 最近那款的油渣的過濾系統 是有些問題的 就是油渣廢氣過濾系統 是有些問題的 但是都是多人買的 有問題都不要緊的 他們覺得 就是這些問題 因為有問題的話 他們會指以這個豐田去處理 始終是大重 是啊 好了 今次的節目時間都差不多 多謝一下 拜拜 拜拜